中共祸害中国和世界一百年 隶属中共一百大罪状 适逢中共一百年明诞 聊作送中之终生 中共之罪状庆竹难书 本文所列不及万一 唯愿中共早下地狱 环世界朗朗乾坤 第三十六罪总路线 1953年6月 中共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决定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 违反了1949年9月29日 中共建政前夕 与中国各党派联合签署的 具有准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主义 保护私有财产和私营经济 这是中共违宪的开始 第三十七罪 全面违宪 1954年9月15日 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发表讲话 明确表明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是中共 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 违反了1949年9月29日 中共建政前夕 与中国各党派联合签署的 具有准宪法性质的 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提出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主义 而不是社会主义 规定各党派和中共是平等地位 中共并非是领导者 规定军队属于全体人民 而不是一党所有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产生 中共全面违宪 第38罪 肃反杀人 1955年到1957年底 中共发动肃反运动 毛泽东将各团体中镇压的比例定为5% 官方公布被审查的人数达1800余万 查出16万反革命 5.3万人非正常死亡